多加外媒原以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 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昨天起在北京举行首次联席会议 外界认为 中美在禁毒合作等多个领域 都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通过联席会议 也能推动建立良性的合作氛围 美国白宫网站28号发布消息称 美国总统副助理兼国土安全部副顾问 珍·达斯卡尔 于1月30号到31号 率领美国跨部门代表团访问中国 启动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会议 美方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 聚集上 美方代表团成员 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 司法部 国务院和财政部的高级官员 路透社引述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 工作组将提供一个持续协调的平台 并支持双边的执法行动 报道还将这次会议 称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 外界注意到 这次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的机制化会议 是在两国战略高层曼谷会晤之后 举行的首场面对面磋商 而禁毒合作是去年两国元首 旧金山会晤所达成的共识之一 美国舆论对此普遍持积极评价 认为这显示两国正在工作层面 认真落实元首共识 有利于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认为 中美禁毒合作主要指的是 芬太尼问题 这是美国很棘手的一个社会问题 也是事关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焦点议题 在这一问题上 谋求连任的拜登总统 必须与中方合作 而此前引发讨论的芬太尼 正是一种精神成瘾性药品 芬太尼是强效阿片类止痛药 其复方制剂最初于1968年 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由于美国医生开出止痛药的比例 远超其他国家 阿片类药物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 被患者滥用 随后更扩散至一般人群 美国政府监管的缺失 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实际上除了美国以外的国家 都坚持严格管制芬太尼等阿片类化学合成物 美国雅各宾杂志去年曾指出 通过梳理美国社会的药物滥用史 以及持续至今的立法及监管失灵 不难发现 美国政府既缺乏能力 也缺少动机去根治这一问题 而在被批评后 美方开始甩锅中国 宣称是来自中国的走私芬太尼 引发了危机 但观察指出 这一说法实际上变相承认 是美国政府自己的问题 包括打击走私不利 监管洗黑钱不利等 实际上自从2019年 中国政府列管芬太尼类物质后 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等禁毒执法部门通报 2019年9月至今 美方未在查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 芬太尼这个问题 它本质上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内政的问题 它涉及到美国的国土安全政策 联邦政府与各地的沟通协调 还有美国的一些社会文化 但是美国呢 它实际上战略界一直把芬太尼问题 进行一个安全化 实际上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卸到中国这样一个 所谓的他们的供应链端 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知道 它对于解决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到了最后 我们看到中美还是就这个问题 坐在了一起去谈具体的问题 可以看到对话实际上是解决中美问题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起点 它虽然不能解决两个国家所有的问题 但是可以对于恢复双边关系的稳定性 具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在配合美方打击芬太尼类物质走私上 中方释放出相当大的善意 中美也因此有了合作的空间 1月10号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小红 应约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马约卡斯视频通话 讨论了加强禁毒合作 与两国执法领域对华合作的议题 1月22号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会见 美国白宫国家禁毒政策办公室主任 古普塔 双方就两国禁毒合作 进行了坦诚深入沟通 1月26号到27号 中共中央政策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曼谷同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举行新一轮会晤 双方同意近期启动 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中美打击芬太尼的合作 取得较好进展 为中美两国在利益交集的领域 展开合作提供了新思路 那就是聚焦于解决实际问题 好来关注深圳市七届 人大五次会议 昨天下午大会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市委书记孟凡丽 市委副书记 市长秦伟中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骆文志向大会 做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市政协主席林杰 市领导刘连生 陈步一 王强 陶永新 郑洪波 陈青 张灵等 参加会议 并在主席台就坐 代孕龙 蒋宇扬 于宝明 马洪 王有明 乔洪斌 刘广阳 周一川 公祖斌 程振华 谢晓东等大会执行主席 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就坐 骆文志在报告中 回顾了过去一年 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 他说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一年来 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 市人大常委会切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 做出了积极贡献 2023年 共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九次 审议法规决定29件 通过二十件听取和审议一幅两院专项工作报告二十八项 开展计划预算审查监督十三项 专项视察二十六项 执法检查三项 专题询问两次 专题调研八项 立法后评估两项 依法做出重大事项决定一项 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38人次 督办代表议案建议八百四十六件 陆文志在报告中指出 市人大常委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 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奋力推动深圳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坚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永当兼兵 今年全年 市人大常委会拟安排审议法规23件 其中继续审议8件 拟新提交审议15件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27项 开展计划预算审查监督17项 专项视察24项 执法检查3项 专题询问2次 立法后评估2项和专题调研8项 会议还听取深圳市人大法治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工作报告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赵菊花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小冬分别做市中院和检察院工作报告 2023年深圳经济持续恢复回升向好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46万亿元增长6% 增速居国内大中城市前列 作为科技企业特别的振奋 希望能在深圳的发展新征程里面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报告都提出来2024年深圳要建设低空产业经济的全国综合示范区 产业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我们相应的安全管理 秩序管理政策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 这是我们深圳先行示范的重要意义 会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引力的作用 在今年深圳两会市领导与港澳委员座谈会上 港澳委员们围绕全面深化深圳与港澳更紧密务实合作相关内容 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建言宪策 建议抓住当前的深港跨境消费的热潮 多角度深化深港跨境消费服务体系 促进深港港地居民在跨境消费生活方式等方面交流交往交融 推进互设跨境政务服务中心政策进化落地 建立深港澳三对进步协调 在深圳设立港澳政务服务中心 在港澳分别设立深圳政务服务中心 为个人企业提供一战式的跨境政务服务 当地时间1月28号 美军位于约旦东北部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军事基地 遭遇无人机袭击 造成三人死亡超40人受伤 国际舆论担忧 事件可能导致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而拜登政府却一改强硬报复表态 各部门统一口径 表示不寻求与伊朗开战 美军驻约旦基地遭无人机袭击 三名美军死亡士兵身份已确定 来自驻扎在美国佐治亚州的陆军预备役部队 分别是46岁的里福斯中士 24岁的技术兵桑德斯 以及23岁的技术兵莫菲特 美国国防部副新闻秘书 萨布利纳辛格海表示 受伤士兵人数已超过40人 预计还将继续增加 两名美国官员引用一份调查报告中的内容 对媒体称 当时敌方无人机低空飞行 同一时间一架美军无人机执行任务 正返回基地 美军把敌方无人机当成了自家的无人机 所以没有使用反无人机武器进行拦截 敌方无人机躲过防空系统后 击中了一辆拖车 里面有美军士兵正在睡觉 而周围的拖车受到爆炸的有限破坏 相关匿名官员还透露 实施袭击的无人机是从伊拉克境内发射的 伊拉克武装组织 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 对此次袭击负责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及防长奥斯汀等政府官员 却坚持指责伊朗式袭击的幕后黑手 拜登甚至宣称 美国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 使用我们选择的方式 追究所有责任人的责任 当地时间1月29号 拜登与国家安全团队会面 讨论应对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 患上前列腺癌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接受治疗及休养于一个月后 首次重返五角大楼工作 他表示美方不会容忍 美军驻中东多个基地遇袭 会采取一切所需行动 保护美国及美军 共和党大肆渲染这次美军遇袭 是拜登政府的软弱和无能的结果 并煽风点火要求报复 但是拜登30号表示 他已做出决定 表示不希望该地区发生更广泛冲突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 美军预袭事件不可接受 美方仍在搜集与这次袭击相关的信息 半岛电视台记者提问 拜登政府权衡应对选项时 是否考虑民调因素 科比回答时双方发声口诀 这是一个选项 是世界军的 是他认为他的选项 当他认为这些选项 是他认为他认为 那是一个好问的 他认为他认为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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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 打断两人的争吵 当天的记者会才得以继续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 29号否认美军基地遇袭 与伊朗有关 他表示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军事行动 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权力支持 致使冲突在地区蔓延 此外 美国一再侵犯叙利亚 伊拉克 野门等国家主权的行径 也极大加剧局势的不稳定性 在30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就美军基地遇袭一事表示 我们注意到美军基地遇袭造成人员伤亡的报道 也注意到伊朗表示和袭击事件无关 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高度复杂敏感 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 加强对怕沟通 避免陷入再报复的恶性循环 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埃及黎明报称 如果拜登政府对伊朗目标进行报复打击 将进一步恶化中东局势 使整个地区滑向战火和硝烟之中 卡塔尔半导电视台援引专家的话警告称 拜登必须认识到 这场危机没有任何军事解决方案 只会因军事冲突升级而扩大和延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苏珊娜·迪玛吉奥认为 美国对伊朗领土的直接攻击 很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引发一场扩大的战争 并危及以色列与哈马斯正在进行的人质协议和停火谈判 政务短评热点直说 七一轮巴以冲突已经处在时代入口 美国要是继续支持以色列打仗 那不仅会让世界鄙视也会损人不利己 那么这次美军在约旦基地出现伤亡 也许会促使美国朝着缓和巴以冲突的方向努力 那目前卡塔尔首相正在访问华盛顿 传递出囚犯交换和停战进程有望 同时推进的消息 也许美军宣称要对伊拉克叙利亚民兵武装进行报复后 停战和和谈会慢慢地走上前台 再打下去对谁都不利 以色列和美国也难以支撑战争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战报称 俄军打击了乌军人员装备 乌军则称击了俄军近60次进攻 另一方面据塔斯社报道 对近日坠毁的伊尔76运输机的黑匣 在数据初步分析证实 运输机是在空中被击落的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30号发布战报称 俄军在库批杨斯克 红利曼 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 赫尔松等方向 击退乌军多次进攻并发动多次攻势 打击乌军人员 摧毁多辆坦克 装甲车 自行火炮等武器装备 俄防空部队击落乌军86架无人机 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和制导炸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 在过去24小时内 前线地区发生78次战斗 乌军击退了俄军5个方向近60次进攻 乌克兰空军火箭炮和炮兵部队 对俄军多个人员 武器和军事装备集中区 弹药库 雷达战以及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塔斯社30号援引俄相关部门人士消息报道说 对近日坠毁的1276运输机的黑匣子数据 初步分析证实 运输机是在空中被击落的 其他可能的坠毁原因均可以排除 目前对黑匣子数据的分析仍在进行中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 俄方正在追查袭击飞机的武器来源和制造国 当地时间29号 匈牙利外交部长西亚尔多 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以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举行会晤 西亚尔多称 匈牙利和乌克兰之间 已经采取步骤恢复信任气氛 但道路仍然漫长 需要做大量工作 乌总统办公室则表示 一次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预期将改善两国关系 关于欧盟是否最终为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支持的问题 西亚尔多明确表示 此事不是乌克兰和匈牙利之间的双边问题 去年12月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在欧盟峰会期间就500亿欧元元污计划投下反对票 导致这项拟执行4年的援助计划搁置至今 英国卫报称 在定于本周四召开的欧盟峰会上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可能再次对这一计划投下反对票 报道称 一份机密文件显示 如果匈牙利再次阻止援污 欧盟将考虑切断对该国的资助 破坏匈牙利经济 报道认为 该计划标志着 欧盟与匈牙利之间的争斗大幅升级 不过 法国杂志《观点》 在30号刊登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最新言论 欧尔班表示 如果援助计划能够确保每年进行一次评估 并决定是否继续提供援助 那么匈牙利将准备加入其他26个欧盟成员国的行列 共同实施这一解决方案 好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圈的重大消息 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29号表示 他旗下的一家公司完成了第一例在人脑中植入芯片的手术 移植者目前恢复良好 埃隆马斯克28号通过社交平台宣布 他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神经连接已经完成史上第一例在人脑中植入芯片的手术 目前患者术后恢复良好 而且初步结果令人振奋 这枚芯片尺寸约和5枚10每分硬币叠在一起的大小相当 包含1024个电极 放进大脑内会帮助失控的脑神经线路重新连接 瘫痪患者只要思考就可以控制手机电脑 该项目去年5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展开人体测试 脑机接口设备的潜在功能强大 但其植入人体的安全性一直引发争议和担忧 通过开炉植入电极具有很大风险 而且异物侵入还可能引发免疫反应和形成疤痕组织 也可能因此影响电极信号质量 为此神经连接公司这几年一直在动物身上做实验 据报道完成了芯片植入人体大脑这一撞举后 马斯克还打算利用这枚芯片来治疗肥胖 忧郁症等 然而正如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脑机接口技术也不例外 安全性 隐私保护以及伦理道德等问题如影随形 不容忽视 有专家表示尽管脑机接口技术已取得较大进展 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但距离真正的大规模商用还需要跨越很多障碍